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体是不能带回地球的 只能一直留在太空中 那么一百年之后 这些宇航员的尸体会有什么变化 众所周知 在太空中不仅环境是真空的 同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放射性物质 如果宇航员在太空中牺牲了 那么它们的身体结构很可能会发生病变 甚至可能在遗体腐烂的过程中产生细菌 或者是一些人类目前的技术暂时无法侦测到的不明物质 如果贸然带回来 对地球来说或许是一场灾难 因此为了避免宇航员遗体成为太空垃圾 又撞击其他航天器的危险 它们死后会被装入特制的真空袋当中 然后将它们的尸体冻干之后 通过震荡的方式进行粉碎投放到宇宙之中 另外如果条件有限 也会直接把宇航员的尸体抛向大气层 让空气摩擦把尸体燃烧成灰烬 迄今为止已经有18位宇航员在太空中丧生了 但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被烧毁就是变成粉末 其中最好的一种情况是联盟11号的宇航员乔治·多布罗 他的遗体被留在了月球上 埋藏在月球的土壤中 而在月球上100年之后 我们也不会再看到任何痕迹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